有小伙伴会说,都21世纪了,都人工智能时代了,我们现在绝对不会再有什么成规陋习。 是的,随着R的进步,我们也许每天都使用着各种R工具,以为可以随着时代的洪流顺势而为,获得时代红利。 但文化惯性和从众心理构建起来的思维观念,却牢牢地把大多数人定在原地。 在当下技术大发展,让人类社会加速快进的背景下,可能现在看起来自然而然的很多行为,再过几年回首就已经不堪回首,后悔不该当初。 就像20年前嫌房价贵没下手,现在连个厕所都买不起,当年比特币才几毛钱一个,现在肠子都毁清。 股票涨了没卖,跌了更舍不得割肉,从再赚10%就收手,到回本我就走,一套就是好几年,时代红流里。 我们都在为认知买单,每一个当下漫不经心的选择,都在未来标好了价格。 如果我们都认可,在时代红流中获得最大红利的总是少数,那么重点来了,这些大多数人糟糕的选择和行为,与少数人能够最大获利的背后是什么? 也就是说,大多数人看不见的东西是什么?房子,说是货币,股票这些还只是表层,这些表层的东西被一个抽象和隐秘的系统所运作。 对于个体来说,这个系统可以称之为认知上升系统。